AO 聊世紀天梯的關心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庫曼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達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日本人這個文明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 採礦農地跟伐木場還有魔坊 都是半價的 而且他這些損下的肉 可以讓他前期多多撒下農田 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日本人在五海地圖來說 是比較劣勢一點點的 因為他在捕魚的部分 日本人是捕魚王者 沙西米吃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 所以他捕魚效率是非常快的 那日本人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的攻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跟他的槍兵成盾的打的時候 你的遊俠很快就被戳光了 那日本人他最有特色的單位 還是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對所有的寶兵單位 都有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日本人打所有文明 都不會太弱也不會太差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很明顯 沒有這個遊俠 也沒有三級馬鎧 所以日本人用起來 齊兵路線會稍微弱一點點 而且也沒有火炮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 欸不是日本人 這是庫曼人 不好意思 庫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 封建時代開始 可以蓋下雙TC 開農 那雙TC開農 這個特性呢 只有庫曼人有 所以庫曼人呢 通常在競技場來說 也是補弱的文明 但是如果你要在封建開農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打一個塔弓壓制 甚至會在阿拉伯來說 很容易被壓制住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在封建要開農的話 就要在中間這邊多國一層 第二島防線出來 會比較好 那天空熊這邊 不知道是不是要來開農呢 但以現在以 天梯的 這個頂尖天梯來看 封建開農這件事情 庫曼人是越來越少了 凡是在封建時代 一樣正常開農 直接上城堡時代3TC 打上去 看起來風險是比較小的 因為職業選手們都會知道 哎呀你這個封建開農 不知道我要怎麼針對你 或是反制你 所以庫曼人的這個特性 在高端天梯來說 是越來越少用到 好 那庫曼人呢 也是遊俠 跑最快的文明 這個移動速度 是超級快的 那庫曼的清查單位 是我們所謂的散彈打工 也是可以射出大量箭矢 但是他只有二級射的關係 所以到地龍時代的時候 反而不會感覺到 清查這個單位有 到非常強的感覺 反而是城堡時代 出大量清查 會感受到清查的威力 好 那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怎麼升級吧 那這邊比較值得一看 是天空熊這邊庫曼的升級方法 這邊是看到三隻村民先伐木 然後一個人先拆一下這個 火子 因為你要蓋模仿跟伐木場 才可以升封建世代 那庫曼這邊呢是打一個十九匹 那十九匹的話很有可能就是要來搞這個封建 雙TC 或是打一個封建雙TC 四人插箭塔的一個流程 都有可能 所謂的這個塔工狗 那這邊經濟配置呢 是有點想要開TC的感覺 這裡蠻明顯的沒有要升城堡賽 這裡是要開TC 不然就是要去開TC插箭塔 這裡看有沒有放石礦區 沒有喔 OK 這邊是開TC了 好 那道特這邊是先上20匹之後呢 這邊下了四級跟冰工廠 然後準備要賣石頭 上城堡 這個是極限配置喔 20加2 喔 這裡還不用買賣 我的天 看來道特的這個配置更猛阿 哇這個就是日本人的前期優勢 前期省下更多木材 然後打出一個極限配置 哇這個經濟場極限配置 打得相當不容易阿 22匹阿 我的天 那這樣子的話 道特即時遇到日本人 啊不 道特即時遇到庫曼人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劣勢阿 好 那庫曼人這邊的優勢就很明顯了 好等一下一濃一木之後 趕快雙TC產村民開始濃起來 好那中間這邊稍微微一下 避免被打破 好那這邊是有看到對方的肉麻 那這邊升神寶時代了 清奇兵要升嘛 我覺得這邊不用升喔 因為道特這邊是一個直層喔 所以這邊要壓制對手的話 最簡單方法是升清奇兵 但這邊是趕快開TC的 跟下修道院會比較重要 那日本人這邊遇到庫曼情況下 至少是先下個3TC開農 不然這邊升級 還是會很明顯的村民差距被打出來了 對應該可以預見喔 天空熊這邊經濟應該是贏道特這邊的 啊對沒錯 天空熊這邊贏了快要600支援 所以庫曼封建開農喔 如果你不管他喔 跟他對農情況下 通常是會農輸對手 所以通常職業宣獸我們都會打一個 塔攻攻快攻 或是一個高速上乘 去做一個反制 因為這邊高速上乘的話 你有這個時代的經濟科技優勢 可以點下輪軸手推車 還有3TC 4TC 通常戳迷術不會落後到非常多 甚至還有機會反超鋪曼 好天空熊這邊有搞事的跡象 好這裡是直接到了前線 蓋了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是想要打一個 衝車快攻 庫曼也是唯一個可以在封建時代喔 蓋工程器製造所出衝車的文明 那天空熊這邊的想法 我可能是到城堡時代才想用進攻 這邊可能是要轉騎士阿 然後 或是轉草原騎兵 然後打這個 衝車配投石車 的一個前壓打法 好那3台衝車的話壓制力非常足夠 但這邊好像有偵察到囉 欸這邊居然有射箭場 好但被偵察到了我們就趕快進攻 天空熊這邊的反應相當明智 這邊要蓋城門嗎 好蓋一個城門 好城牆被頂爆了 好這裡再趕快防守一下 後面這個肉馬還在看 好看到這邊進攻 好這邊先砸一下右邊的強槍兵 再砸一發 攻兵先倒一隻 好這裡再砸一下 好再趕快繼續修 繼續蓋 直接圍起來 這兩隻刺猴 沒有辦法做事了 這要拉更多的村民來修理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喔 好砸掉一台 再補一個 哇靠倒車這個反應 我的天 馬上又把這個城門再重新蓋了起來 右邊這個投石車看來是 無敵了 衝車暫時打不來 天空熊居然沒有按 投石車 反而是喔 反而是按了一隻騎士 可能就在衝了進去喔 就沒有按投石車了 畢竟天空熊這時候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如果出個投石車的話 就沒有辦法這麼輕鬆的去衝撞 OK 投石車這裡沒有按 所以這邊只能跟對方對射 但是 跟投石車用馬攻對射好像 打久了 還是會虧喔 除非手速很快 可以一直去修這個操作 好 點一隻村民 好小戰 這樣不愧 好天空熊這邊的想法很明確喔 知道自己該幹嘛 這邊就是要一直進攻 一直爽 但這兩隻村民沒有打算離開嗎 有衝車喔 還是鬼轉4TC回農 還是樹上帝王插寶情壓 好這些都是天空熊這邊的選擇喔 這裡可以打算把一千木頭賣掉 然後直升帝王 然後趕快挖石頭 插寶 給道德更大的壓力 但是這邊會有個缺點喔 如果這樣打的話 天空熊的村民是我會落後非常多 而且也不一定可以給到道德足夠的壓力喔 因為道德這邊呢 是可以趕快4TC開農上去 然後到帝王世代 現在時間差距不到一分多重 應該是吧 好這邊直接擊殺掉了一隻生鋁 早想找到了一隻還不錯 但生鋁也被點掉了 哇道德這邊原來早就已經4TC開農了 OK 現在道德很明確知道庫曼會怕什麼 好那道德這邊呢 是直接伯雷跟城堡在正門 好 好 只要4TC開農的話 通常是不會農蘇褲曼人 那褲曼人即使這邊開3TC 也沒有很專心的再去採村民喔 所以看到天空熊這邊 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快要4分鐘 因為他這邊為了打一些強軍事喔 所以村民會斷是正常 那天空熊剛剛那一波真的很關鍵喔 有點算是開大招的感覺吧 想要做一個突襲 但是被偵察到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即使打進去喔 被對方守住喔 這一招就會很虧喔 打進去的話就賺了 就賺了 但是 被守下來就真的蠻傷的 而且尤其是剛剛上城堡時代沒有按頭實測 讓道德的頭實測喔 可以瘋狂輸出衝車 衝車沒有辦法做到更多的輸出空間喔 就沒有辦法繼續進攻喔 好 那庫曼這邊是絕地上帝王的時代 那庫曼人後期也沒有火炮 但是他有重型投石車喔 那日本人的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更快喔 也可以用巨型投石機反制重型投石車 所以這兩邊的打法可能會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陣地戰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都沒有火炮的情況 當然如果兩邊都沒有火炮的情況下 日本人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優勢喔 因為他有大型箭塔 還有這個銀罐技術喔 可以讓箭塔的箭矢數量增多喔 而且還有這個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增加喔 所以日本人也可以上帝王時代轉強弩或是馬弓喔 進行一個反制打陣地戰 是一個不錯的 當然道德這邊是選擇日本武士打庫曼 那庫曼這邊應該是要轉馬弓霧線啦 那打馬弓的話日本武士好像不是很好打 我砍刀 再一刀有機會嗎 沒有砍刀 好這邊有僧侶過來 然後招日本武士 這時候扑曼的拇指環已經好了 投石車卡彈 先砸僧侶 NICE 好道德這邊點下了 真B技術還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護衛技術還有手推車 經濟都直接給他一次點上 拖曼這邊呢 則是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第二棟城堡來了 這是要暴產清查嗎 還是要產巨頭開始進攻呢 好產巨頭 好這件事後也很多人在採喔 13個 好村民處來說 道德目前是領先115吋 對上98吋 這就是前期打快攻喔 如果被守下來了 村民差距就會被打得非常大 經濟差距也會很明顯 那經濟差距 現在日本人反超經濟2000支援了 原本庫曼經濟領先 現在已經被反超了回去 現在道德來說是相當優勢的一方 但是打馬攻的話 用日本武士是很虧的喔 日本武士他的產能不快 而且一定要城堡產數喔 多大產巨型頭實際的話 日本武士的數量也會變少 那道德這邊不知道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繼續升級一步兵鎧甲 精銳日本武士也點了下去 好 一攻也補了 日本武士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射箭場的血量掉的好快 天武雄這邊先發智人 四台巨型頭實機 果然是要來產巨型頭實機喔 快早期進攻 當然到時候還沒有點下金冠技術的樣子喔 攻擊速度其實很慢 哇這根城堡好像掉了 四個巨型頭實機真的太快了 日本武士砍巨頭也很快 打兩馬攻想要阻止 日本武士的推進 萬歲衝鋒 直接收掉兩隻馬攻 還有一台巨型頭實機 看起來來說是不會到太虧的喔 有收掉一台巨頭都還算可以接受 那道德這邊要把城堡趕快蓋起來 然後點下金冠喔 OK 彈射器點下了 這樣就會用巨型頭實機進行攻擊了 好 巨型頭實機攻擊速度最快的就是日本人了 日本人這邊 用巨型頭實機反制馬攻 砸到了一匹馬 他表示 首先 我沒有 好 這邊巨型頭實機 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16加1 好 17射程 又來了 好 11隻的日本武士 繼續出 3級攻擊點下 精銳日本武士 血量18 10滴血 攻擊力是12加4 16點傷害 比遊俠少了2滴 好 但攻擊速度比遊俠還要快喔 好 日本人 這裡要繼續打日本武士嗎 這裡有一隻馬攻 日本武士 解掉了剩下的馬攻 右邊點下了化學 庫曼走重裝馬攻的路線 是稍微有點尷尬的 因為他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所以馬攻 其實比其他的馬攻還要弱一些些 但是打日本這種純步兵打法 打馬攻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如果打青茶的話 被摸到 被日本武士摸到 可是非常痛的 庫曼人 天空熊可能這樣想 是覺得說 欸 我打一般馬攻 也不需要耗到城堡的 這個 慘人 而且馬攻的話 也不會被日本武士 砍到我外增傷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好 這邊 巨型投石機 來到了非常多的數量 六台 瞬間拆掉天空熊城堡 而且有彈射器的效果關係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享受也修不起來 好 這裡有一隻先起兵 砍到 OK 只要拉回去 這時候日本人開始升級 攻兵 傷害 一級射點下了 日本武士全部南下 想要拆除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這邊巨型投石機 兩台可能要瞬間被砍掉 OK 左邊城堡 剩下之後一滴血被修了回來 後面的大量七七平過來 庫曼這邊只能轉肉 去解巨型投石機 但這邊日本武士防守非常多 全部砍掉 天空熊這邊有點尷尬 因為兩個洞城堡掉的關係 有點卡人口 但又把城堡 把這個房子不在前面 不知道會打一打 待會又卡人口 這有點尷尬 防止 往邊邊補會比較好 好 但這裡補的數量夠多 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又砸到了 DOT真的是把巨型投石機 當成工兵來用啦 前幾天我們遇到 打打的影片時 有說這個 打打的巨型投石機的射程 可以高達19點射程 都把它稱為 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當成工兵來用 19點射程的工兵 現在DOT是用了一個 17點射程的工兵 還有工速加成的工兵 這個工兵的攻擊傷害有點高 就是了 200點傷害 然後讓我砸到一發 就算你衰 砸不到的話 也沒關係 反正我射程夠遠 海馬斯飛彈 就是這樣子 哇 直接砸爛 好這邊直接硬砍 砍掉了大量肉麻 大量肉麻 直接衝過來 這邊肉麻有點在送了 直接點沒有射 好 日本武士打這些 垃圾兵單位是非常強大的 基本上垃圾兵是完全打不動 天空熊這裡是 要用去虛擁馬攻反制 但是下面也有劍塔插得過來 天空熊有點忙不過來 上下多插劍塔 雙向進攻 還空住了石頭區 哇 現在日本的劍塔 是防禦劍塔 也不是大型劍塔 但是箭矢數量 來到了 這個 三發箭矢數量 1加2 好 到這邊 再過來進行進攻 三級射遊 長龍劍塔 越插越深 日本武士 加上軍銀投石機 加上 箭塔的打法 讓天空熊 一死之間 沒有辦法很好的反擊回去 好 村民術都進去 箭矢數量來到了2加2 好 這邊日本武士再度出來 砍爆這些村民 天空熊這邊 村民直接被 日本武士給砍歪 村民術直接降到了 剩下105層 好 這時候點下了三級的工兵 台甲 但這時候三級的工兵 台甲似乎 還是很難拯救世界 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越來越多 來到了10台巨型投石機 熊熊這裡 很尷尬 非常的尷尬 馬弓雖然打日本武士非常的好用 但是 遇到大型箭塔 有點束手無策 沒有火砲 進行優勢打擊巨型投石機 或者是 打這個 反制工程器的方法 手段並不是太多 所謂這邊能轉出遊俠來 但這邊黃金量 其實不太夠 因為轉重裝馬弓的話 要 雙胸 其實有點困難 而且黃金也被控住了 只剩下最後一塊金 好大型箭塔已經3級好了 攻擊是8加7 不能再多了 傷害來到了這點風 好這時候 天空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出了97隻的日本武士 加上大量的大型箭塔 跟10台的巨型投石機 然後天空熊就 扛不住了 這個速度一定扛不住 這個太難扛了 道德這一招打得確實精彩 很少看到日本人 可以在天梯競技場裡面 打到這種奇葩戰術 雖然也不到非常奇葩 這算是應該要有的 但是能正常打出來的玩家 沒有幾個 因為你的戰術執行 要非常的到位 你的開農的時間點 跟你出來插箭塔時間點 還有扭力彈射器 跟日本武士的升級 這個時間點都要抓好 沒有抓好的話 可能就會直接爆炸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道德這邊是來到六萬四千的資源 扣慢這邊是五萬七 當然資源量數量是出了蠻多的 雖然有四個勝負 但是這還是輸掉了比賽 有點可惜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